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7月17号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 中国知名民主人士鲍彤所著的鲍彤文集 《21世纪编》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据报道 书中收录了鲍彤从2001年至今的100多篇文章 内容涵盖中国政治 法治及社会底层的诸多问题 鲍彤在序言中直接指出 中共的党史及教科书都是谎言 他还表示 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众维权的时代 腐败和专制的黑暗将在民众维权过程中消失 公道和自由 理性和活力将通过维权而获得 而维权的过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 在各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过程 书中收录的文章此前都只能在境外媒体发表 而这次集结出版 中国学者姚坚富认为 将成为中共当局的必尽之书 鲍彤曾因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支持赵紫阳提出的 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反对邓小平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而被当局逮捕 之后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处鲍彤有期徒刑7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96年5月 鲍彤刑满出狱 1998年5月恢复政治权利 开始接受媒体采访和进行独立写作 目前鲍彤依然处在被软禁和监控的状态 7月初 四川十方民众因抗议兴建重污染木桶厂 发生大规模冲突 数千特警赶来维稳 其中一名特警挥舞警棍凶恶地追打一名蓝衣女孩的场面 被现场民众抓派后 上传网络引起重怒 后来这名特警被网友人肉搜索出 名为刘波 日前 网络广传刘波在一家超市门口被袭击头部而暴毙 另外刘波家门口多次遭人破愤 但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记者电话核实刘波亲属及超市附近的居民都没有结果 连绵羊市永发路附近的永兴派出所警察也含糊其词 而消息的真假丝毫不影响这个消息的流传 很多网友看到后都议论纷纷迅速转发 大多数人拍手称快 说是大喜讯 署名新观察在线7的网友还爆料说 据传这两天绵羊老是断网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后来传出来是石方的那个刘波死了 中宣部命令不许泄露消息 超市的人被警告不要乱说 警察抓了几个访民 后来又放了 有人被打得很凶 这个是很大的影响是致命的 弄不好警察会不听话 所以上面很怕要死捏住 也有网友表示不赞成以恶报恶 以报制报 认为刘波充其量是个打手 但不至于恶到处死 因此不赞成这种做法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禁闻 大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